不脸脸脸脸是调拨是非 不说人家是非以长短 这个叫不脸脸 不握口 握口是说话粗陋 不其余 其余是花音巧语 也是欺骗人 这个里头有有意有无意 有意故人是有罪业 无意故事也不小 要看他的后果 他的影响力 所以言语不能不谨慎 那么注意其正欲中 这个正欲呢 就是于自己学业 于自己所学 于自己在社会上从事行业 本分的言语 那都叫做正欲 所以在念佛法门里面 正欲就是佛号 所以不仅是禁宗 在中国在中国普遍的寺院当中出家人 日常问对 都用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叫某一个人 他答复不会说 答复说我 阿弥陀佛 都用佛号来代替 所以这一句佛号 不仅仅是尽宗的诈语 可以说是一切宗派法门里头 通用的诈语 以无乐会出身一切喜业 诸清净深夜中明真夜 这个夜呢 我们讲行夜 讲寺一 讲寺一 我们在造作的时候 叫寺 寺 也叫行为 行动 行为 它的结果 就叫做寺 如果用因果来看呢 行跟寺是因 也是果 所以叫结业了 所以叫结业了 这个心思 结成了业 业有善悟 我们 我们 齐心动念 思维 思维 想象 是属于 是属于 我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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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着重 着重在身上 在身上 当然 口因为前头有正语了 前面有正思维 所以义业跟雨业 都包括在前面两端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特别着重在神意 就是倾心心 无乐会就是倾心心 除身一切协议 这个身 在我们中国人 将利益 一举一动 一举一动 要合乎 利益 是有戒度的 不能够不急 也不能超过 做到恰到好处 这就对了 利益界是维系 社会的知识 如果礼要是失掉了 那天下就大乱了 今天的社会 儒家的礼要失掉了 佛家的威仪呢 在现在这个世代 也丧失掉了 所以 不但社会乱了 今天佛门一样 跟社会同样的混乱 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 我们没有力量 来挽救这个社会 但是 我们一定自己要救啊 在这个乱世当中 如何救自己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 他乱啊 我不乱 他们造我业 我不造我业 这个就对了 所以 那些儒家的一些礼 现在社会上没有礼了 我们讲的礼 也只能够古时候的礼 古礼在现在虽然不用它了 不用是不用它的仪式 但是 那个精神呢 永远不会变 礼的精神 是自卑而尊人 自己谦虚尊敬别人 那么在大乘佛法里面 像普贤菩萨十大愿望 第一条 礼尽祝福 自己不谦虚 怎么能够礼尽别人呢 自己不谦虚 怎么能够赞叹别人呢 所以自己要知道情绪 对人要知道理在 那么这是一个例子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神要清净 不造一切过业 这个就对了 所以佛门里常讲啊 修清净凡行 神远离杀道瘾 就是不杀生 不偷盗 在家的是不邪瘾 那么这个呢 就算得上是正业了 在禁宗 我们利用这个身体 这一生当中啊 修学 净土 求愿往生 祖师大德 祖师大德 常常教给我们 我们口念佛 生理念佛